音樂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們的Beauty Talk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眉毛 就是我今天這樣子已經是完妝的狀態 就只擦眉毛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是怎麼整理我的眉毛的 平常我的眉型沒有特別的修 就是如果我去做臉的時候 會請貴姐幫我稍微把眉毛上面的雜毛修掉 那因為其實我兩邊眉毛長得不太一樣 就是這邊比較粗 這邊比較細 這邊也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然後這邊的眉封比較高一點點 那我通常會請貴姐盡量幫我把兩邊修到一樣 那平常在家的話呢 我會整理自己的眉毛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金屬的小鑷子 然後把眉毛下面的雜毛拔掉 就是剛開始拔的時候會有點痛 可是其實拔久了就習慣了 而且拔完的眉毛比較不會像就是 你用除毛刀啊這樣去刮的那麼粗 就是它長出來毛會越來越細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我覺得 你只要同一個部分的毛拔了一陣子 其實這個一陣子要有點久 大概一年左右 這個毛其實就不太會長出來了 所以我拔的時間就是可以拉得越來越長 可能一個禮拜拔一次 兩個禮拜拔一次 我的這個眉毛大概是三四個禮拜沒有整理了 那它才長這樣子 其實看不太出來 那只要稍微把下面的雜毛拔掉 我們就可以開始畫眉毛了 我畫眉毛的工具有兩種 一種是眉筆 然後一種是染眉膏 眉筆的話我目前用的都是COSE他們家的 那他們家有分兩種 一種是直接旋轉出來沒有蓋子的 一種是有蓋子 然後旋轉出來是比較粗的 兩個形狀長得不太一樣 一個是細細的筆狀 一個是比較粗的 有點像刀片那樣子的 那這兩個筆的後面都有附眉刷 那我覺得這個出門旅遊的時候還蠻方便的 那平常在家我用的是這種就是丹麥 這個你隨便在一個什麼美妝材料行應該都可以買到 屈臣是什麼也有一支才十幾塊或幾十塊也很便宜 那為什麼在家用這一種呢 因為其實這個刷子啊用久了會髒 會讓你的眉毛越畫越粗 然後會掉一些屑屑不好看 所以最好用這一種 然後一個禮拜洗一次 那平常我都是先用眉筆把眉頭的形狀稍微畫明顯一點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眉毛前面的顏色比較淡 那我就是先把它補齊 畫眉毛的時候建議就是一個遠的鏡子 一個近的鏡子就是交替著看 這樣才不會你畫好了 可是其實看起來很奇怪 那現在這裡看起來很粗嘛 我們就用眉刷把它稍微的刷開 那我覺得我的眉毛現在有點太往下了 所以我會在上面再補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眉尾的部分 因為眉尾通常也會比較淡 好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再把另一邊也補齊 我最近比較喜歡把眉毛畫得粗一點點 那有時候如果畫太粗的話 就是可以用棉花棒 稍微把它的顏色弄淡一點點 這樣會比較好 那因為我的眉毛最近比較沒有整理 所以我就盡量不用染眉膏 因為染眉膏會讓它的顏色看起來更深 然後眉毛更粗 可是因為今天就是要給大家看看 就是用了染眉膏的效果 所以我就稍微示範一下 那我用的染眉膏呢 是戀愛魔鏡的 這個顏色是比較淺的色號 它是BR333 然後另外一支是MAC的染眉膏 它的顏色是A23 那通常如果你要用染眉膏的話 量一定要就是很少 那不要貼到皮膚 就是你只能在毛的地方上色 千萬不要貼在你的皮膚上 那我通常會先用淺色的打一點點底 就是讓眉毛的顏色看起來淡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再用深色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好 例如說這兩個眉毛 現在這邊看起來比較淡一點點 那你就可以再用深的 把你覺得比較淺的地方 稍微蓋一下 讓它看起來比較濃密一點 好那畫好以後也是一樣 一定要記得用刷子把它刷開 好以上就是我的眉毛 那其實這樣子的眉毛 就可以讓我撐一整天 就是它不太會掉 可是如果你是眉毛容易掉的話 那可能要隨身攜帶染眉膏 就是可以稍微布一下 或者是眉筆也可以戴著 那通常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晚上卸妝的時候 要記得用眼唇卸妝液 或者是卸妝油之類的把它卸掉 不然其實長久下來 眉毛這邊也是會長痘痘的 因為它也是有毛囊跟毛細孔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很不專業的眉毛分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Sylvia的 Hello everyone 那我今天一樣我也是現在已經是完妝了 然後我的眉毛沒有畫 然後所以我平常修眉的話 我會用修眉刀 就是以前我曾經用拔的 但是拔的有時候真的是太痛了 所以我就用這種在各個藥妝店都可以買得到的修眉刀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我就是會修掉 從下面這邊會長的雜毛 就把它全部修乾淨 然後還有左邊也是一樣 然後基本上如果覺得眉毛啊 有開始變厚的趨勢的話 然後我就會從上面這樣子 照著這個線把它修好 那在台灣的時候我也是會定期去找那個 櫃姐啊或者是美容師 請他們幫我把眉型修得好看一點這樣子 然後回家之後就可以 照他們幫你修的眉型這樣子 去修雜毛的動作這樣子 OK那眉毛的部分呢 我要推薦的產品 基本上我畫眉毛我都是用眉筆居多 然後我現在用的眉筆當中 我覺得最好用的是 我已經用完的一支叫Solong的 好像是台灣的品牌 然後我為什麼會喜歡這一支眉筆呢 是因為它的眉筆呢 它一樣也是做兩個頭 然後一邊的頭打開是就是像刷子 然後另外一邊的頭打開呢 它長得特別像 它長得有點像刀片 它轉出來是像刀片這樣的形狀 就是有個棱角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用那個棱角這樣對著你的眉毛畫 我覺得非常好畫 就是因為它可以畫出比較寬的線 它不像一般的眉筆 就是細細的一直像鉛筆那樣子 然後你必須要 一點一點的去勾勒那個線條 我覺得Solong的顏色也很好看 然後顯色度也非常的好 然後筆心也是軟硬適中 然後再加上那個棱角 我覺得目前是我用過最喜歡的眉筆 那因為我已經用完它了 所以我最近在使用的是兩支其他的眉筆 一支是Miss Hanna的眉筆 這支眉筆呢 一樣也是兩頭的 然後這一支是Dark Brown的顏色 基本上我沒有非常的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它的眉筆是這樣子尖尖的頭 所以等於說我每次畫的時候 都要畫滿久的 但是它就是一支很普通的眉筆 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另外一支我其實也還滿喜歡的 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它好像叫Excel吧 然後它也是一樣 就是另一頭是一個眉刷 然後一頭是眉筆 這個顏色其實我還滿喜歡 它是有點淺咖啡色的 所以我會用這個來勾勒這個眉頭的線條 這樣子比較柔和一點 然後呢另外我還會使用的是眉粉 就是眉筆和眉粉我會選擇摺衣使用這樣子 那我用的眉粉 多年來用的眉粉一直是Laura Mercier的 他們家的眉粉我覺得非常好用 它是一個雙色的眉粉 然後我的色號我記得好像是叫Ash 就是一個 其實它算是一個灰色這樣子 然後它長這樣子 裡面有一個鏡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經被我用拗了 然後呢拗比較多的這格 是平常我會畫眼尾 因為它是稍微深色一點 深灰色的 那因為我平常的頭髮 髮色是比較深的 然後就算染髮的時候 我也是染偏牙麻的顏色 所以這個顏色是貴姐推薦我 還滿適合我的髮色和膚色的顏色 我非常的喜歡 它很自然 然後另一邊呢 這個我是用來畫眉頭 因為一樣 它是稍微淺一點點的顏色 那我覺得Laura Mercier的眉粉 第一它非常好攜帶 就這樣扁扁小小的一盒 然後第二它有兩個顏色 因為我平常的習慣就是 眉頭和眉尾我會用不一樣的顏色 那再來就是它還滿好上色的 就是輕輕化 你就可以勾勒出滿好的線條 尤其是像我的眼尾我通 眉尾我通常會把它弄尖一點 勾勒一個比較尖的線條 看起來比較冷角 然後它這個其實還滿容易做到的 那另外一個小幫手呢 就是一個Mac的眉筆 它這個其實是一支 我不知道它就是一個斜角刷而已 OK 那話不多說 今天就要為大家示範 我平常怎麼畫眉毛的 那首先呢 我會用深色剛剛講的 Miss Hana的眉筆 然後呢從我的 你如果把眉毛分成兩半的話 我會從後半部開始畫 用比較深的這個顏色 然後就是完全是照著 眉毛的線條輕輕的勾勒 然後我會把我的眉峰畫好 因為我是有眉峰的人 我不是像現在流行的韓式那種平的粗眉毛 我不是那樣子的 所以我必須要把我的眉峰給畫好 不然看起來會很奇怪 然後我的重點 會放在我的眉尾 我喜歡眉尾尖尖長長的 然後我沒有特別的說要 往下垂還是往平的 就是照我的眉毛當天的形狀這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前半部的話 就會用剛剛說的 另一支比較淺色的眉筆 然後就把前半部給填滿就好了 那因為我的眉毛不是特別長 尤其是前半部的地方 我覺得看起來很沒有精神 所以我會把前半部這個時候 我會畫滿一點 因為你現在不用擔心說 這看起來好像很深 因為你等一下 你會去用那個刷子 把它給整個刷均勻 所以現在重點就是把 你的眉型給勾勒好就好了 好另一邊也是一樣 從眉毛後半部開始畫 畫好之後會先好像蠟筆小心 好這個時候你已經畫完了 所以你就用眉刷 你可以用這種一支的眉刷 這好像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反正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或者你就直接用那個 眉筆附的眉頭眉刷 然後開始把它刷好 我會這樣子圓形的 這樣畫圓圈這樣子刷 但是我只會注重刷前半部 因為前半部的眉毛不能太濃 所以我把它刷開 然後呢 眉毛剛剛你已經畫得很完美了 所以你不要再亂刷一通 你就是把線條梳順就好了 好 然後把魚粉弄乾淨 另一邊也是一樣 前面用圓形的方式去畫它 讓粉變得柔和一點 後面用這樣子去梳過就好了 OK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平常每天畫眉的方式這樣子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然後別忘了給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分享我們的影片 然後還要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